牛肉剁豬肉 瘦路仔大人一家人喜歡吃 而這裏是二兩的鞍哥嘴 即是瘦肉 四兩的牛肉 現在剁給大家看 我幾喜歡吃 我的孫子經常剁給他們吃 豬肉和牛肉一起剁片 再剁一塊 豬肉和牛肉一起剁 牛肉很野味 牛肉和豬肉 全部剁成熟 因為牛肉很硬 所以雞肉要剁成熟 這些剁碎的牛肉豬肉 四兩牛肉和二兩豬肉 這裏 是一樣的 首先放鹽 這隻羹 家庭羹 首先放鹽 先放鹽 先把鹽醬 先攪拌 用手搅拌 把鹽醬 把鹽醬可以均混 再加糖 跟著加入糖 濃醬 用一片羹 加入糖 加入生粉 这些是比较漂亮的生粉 加入大陪一点 一斤过都可以 多一点滑一点 小孩又喜欢吃 老人家没牙又可以吃 好了 这个时候要加水 这些水逐一逐一加 不要一次性加 让它慢慢吸收 一小小就行了 够了 再加一点水 让它慢慢吸收 最后才放入油 最后才放油 最后才放油 一早放油 就盖住肉 就不能入味 再加些马蹄 加些肥猪肉 如果是纯粹肉 就变成了它吃起来 没那么滑 所以切一点猪肉 出来搅拌 撕一下素味 少少 好 最后就要加油 现在这些油 加热油 封锁住它的味 然后油 把猪气味 鸡气味 都可以去到 牛肉味 来 这样的血好多了 蒸它就可以蒸了 蒸到18分钟 可以蒸到18分钟 蒸到18分钟 了 来了 一眼 好了 好了 39分钟 15分钟 够好 鸡肉 很漂亮 够下去 够下去 够够够了 15分钟 可以看见 看不见 谢谢大家